前后能插一分钟吗 我们是按照这个路走的呀 前后能插一分钟吗 你再装 你想干嘛 你先撞的我 没撞你好吧 撞我身上了 你们打我们的车 我们也可以报警对吧 是跟着坦克进来的 那你们一直在 你怎么不跟飞机 你怎么不跟飞机啊 你跟航母的了吧 对对对报警了 你别出言不信言好吧 你们这张口就骂人呐 你们讲什么也还是出言不许 你们夹的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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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河北文旅忙活一年 到头来被家里人一分钟毁了 事情发生在广东湛江的徐文港 白色车主正常跟车行驶 准备排队上船 没想到正要驶入检票口 一辆黑色奔驰商务车 突然就横插了过来 为了不让奔驰哥加塞 白色车主便更加跟紧 前面的灰色越野车 一般人这时候也应该乖乖排队了吧 没想到这个奔驰车主 当下就下了车 理直气壮得出言不逊 前后能差一分钟吗 甚至开始用拳头 使劲砸白车的引擎盖 还倒打一耙 说是白色车主先撞的人 这时候奔驰哥的妻子也下来了 跟着奔驰哥一起胡搅蛮缠 白色车主解释自己 跟着坦克车进来的 没想到 竟遭到奔驰哥妻子的 好一顿冷嘲热讽 最后白车女子的引擎盖 被砸凹陷了 因为干时间也没有报警 但气不顾的她 将视频发到了网上 立马遭到了网友力捧 网友们也给评评理